雷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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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大人的朋友 祝你今後在愚人中平步青雲 我們都是凡人 不是冰之女皇 凡人的想法就像冰層下的水 是不會永遠兼顧瑞麗的 失禮了 請讓我回到正題 公子大人說 他與你們的約定已經完成了 約定完成了 啊 是指他之前說的 要幫我們找人嗎 是的 公子大人答應 會為你們找到能夠突破疆局的人 雲仁仲執行官的承諾 從不落空 那麼大人在哪兒 大人在琉璃亭 呀 是琉璃亭 我聽說過 黎月的兩大菜系 梨菜和月菜 互相鬥爭了幾百年 不分上下 梨菜的最高代表 就是琉璃亭酒家 老闆特地把店開在了飛雲坡 和代表月菜的新月軒 當面競爭呢 不要這麼說嘛 總之 有好吃的 我們快點過去吧 公子大人在琉璃亭 請吧 別讓他久等了 呦 你們來了 約定已經完成了 我找到了能幫助你們的人 能解決岩山的仙體被七星藏匿 這個難題的人 那麼 這個人又在哪兒 琉璃亭裡嗎 沒錯 跟我來吧 我準備了一場 呃 在這個國家 叫做飯局的見面儀式 有幸又見公子 碧殿彭壁聲輝 雅間已經準備好了 鍾黎先生在等兩位 我來介紹一下 這位朋友是道上人士 這位朋友是道上人士 廣聲壇的客親 鍾黎先生的客人 嗯 在黎月 像往生堂這樣的產業 總是不得不接觸一些 道上的聲音 而我們愚人眾 一向都喜歡與這些 在陰影中行走的朋友們打交道 在 在陰影中行走 二位 幸會 我聽過你們在蒙德的傳聞 道上人士 陰影 送人往生 哇 難道說 哇 往生堂這個組織 是 沒錯 正如你所猜測 嗯 往生堂是執掌藏儀的組織 旨在送人安心往生 欸 哈哈 難道是把鍾黎先生誤人成殺手了 愚人眾的朋友裡 確實有很多殺手 但往生堂並不是做這一行的 起碼明面上不是 畢竟還是道上人士嘛 這就不能細說了 總之 我帶你們來認識鍾黎是因為 因為我有辦法 讓你們見到閻王帝君的仙體 什麼 不必驚訝 雖然在天全新年光的操縱下 閻神的仙體早已被藏匿起來 但還是先聽聽鍾黎的說法吧 閻王帝君雖是眾仙之組 但說到底也算是仙人之一 縱觀黎月數千年的歷史 仙人紛紛離去 這是不可挽回的趨勢 因為時代變了 你在絕雲間 應該也已體會到這種變遷 神有許多尊名 契約之神 商業之神 武神 摩拉克斯 閻王帝君 其中自然也包括仙人 如你所見 仙仲的時代正在遠去 人的時代正在逐漸成為現實 往年每位仙人離去時 都會有一場盛大的紀念儀式 這是禮樂的傳統 但這次 竟連七星都無暇顧忌這項傳統 實在不成樣子 是啊 連真正的兇手都沒抓到呢 謀殺神明的起案 往生堂不關心這種事 往生堂關心的是 請仙的儀式如此隆重 送仙的儀式 就沒人管了嗎 旅者 我從公子那裡聽說了你的事 既然你與風神有些交情 那麼 可否考慮與我一起 籌備一場送別岩神的儀式 哦 在道上 這句話就是要滅口的意思咯 很有意思 拔箭吧 我們就在這裡 開玩笑的 我們繼續說正事 天泉凝光 它正在阻止任何人 瞻仰帝君的先體 所以 如果你想達成尋訪七神的目標 就只剩這樣一條渠道了 正是如此 唯有參與宋仙典儀 你才能再次得見岩神之軀 嗯 若你搭允就跟我來吧 詳細的情況 我們路上再說 好了 我牵線搭橋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怎樣 這結果還不錯吧 你們要走的話就走吧 不用管我 我也許會在這裡再喝幾杯 順便熟悉一下筷子的用法 筷子 筷子 好難用啊 旅者 經歷了神離開的城邦以後 你對黎月這有神之地感受如何呢 嗯 有神之地三千七百年的歷史厚度 在七國中亦是最深 籌辦宋仙典儀的過程 也會成為你旅途的一部分 增廣見聞 黎月是陳氏七國裡最繁榮的一國 往年也有神靈鎮守七星統治 所以 愚人眾的許多外交手段 在黎月都施展不開 七星之一的凝光 始終對愚人眾重重防備 或許 這就是公子想借往生堂關係辦事的原因吧 嗯 我們要辦宋仙典儀 對公子有什麼好處呢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對我來說 愚人眾只是提供資金支持 我只希望黎月的傳統不要被人遺忘 這是公子給的第一筆墊付資金 如果用完 也可以再去找他報銷後續款項 哇 好了 我們動身吧 籌備儀式的第一步 是要取得品質足以匹配神靈的 最上等的葉博石 呦 客官 歡迎光臨解碎行 今天要不要來開兩塊瀑石 試試手去 便宜又好玩 也許一不留神 就發家致富了呢 瀑石 不要不要 我們是來挑 什麼時候來著 葉博石 品項至少要逐兆級 逐兆級的葉博石 呃 原來不是遊客啊 失禮了 我這就拿貨 請看 您看這怎麼樣 我們解碎行啊 可是玉石老字號 瞧瞧這品項 絕對上架 簡直是閻王爺爺難得降下的恩賜 您就放心隨便選吧 這三塊葉博石 看上去確實都很漂亮 不像是平時挖出來的那種 但到底該怎麼選啊 要不我們就隨便選一種回去 很好 貿易之都的生存法則 看來你已經悟到了幾分 那鍾黎先生的意見呢 這些葉博石該怎麼選 哦 想要我來決定嗎 也好 要我說的話 答案其實很簡單 答案是 是 老闆 我全要了 好 這位老爺 我早看出您氣語不凡 出手果真闊氣 等等 等一下 老闆 剛才他說的不算 我們再商量下 喂 如果儀式只需要一種的話 全買下來 不就白白浪費三倍的摩拉了嗎 摩拉 嗯 確實如此 哦 剛才沒想到這方面的問題 是我考慮不周了 啊 買東西怎麼能不考慮摩拉呀 若凡事都要先考慮摩拉 也就等同於凡事都被摩拉束縛了手腳 啊 摩拉天然是貨幣 但貨幣天然不是摩拉 嗯 這就是有錢人的世界嗎 雖然很懂宏觀經濟 但不懂得省一些小錢呢 不必動搖 即使摩拉束縛了手腳 我也有在束手束腳的情況下 依然能解決問題的方法 葉博士品香的鑒別 確實令人棘手 一塊圓框不論好壞 它的質地 色澤 以及內部的顏紋 都不會有太大差別 只有當葉博士製造的器物成形以後 才會發現其中一些成品 根本上不了檯面 這時再去找那些奸商理論的話 他們又會以你的合成台不好 火候不對之類的理由來搪塞 好險好險 原來這東西是這麼容易上當受騙的 不過 真正的鑒別方式還是存在的 真正的內行人還是能鑒別的 如魚見紙月 觀紙不觀月 那是什麼意思 你用手指指向月亮 聪明人能明白你在紙月 但不聪明的人 只能看到眼前的手指 看不到月亮 紋路 外殼 這些都是手指 葉博士是夜間照明用的起始 亮度的重要性 才等同於天上之月 優質的葉博士 會有更加的火元素清合力 也就是說在高溫之下 光澤越亮越藍的礦石 品項就越好 我已將玉石界價值千金的秘密告訴了你們 剩下就是十劍了 價值千金 可惜潘盟覺得以後應該再也用不到了 老闆 我們回來選石頭了 麻煩把石頭都借給我們燒一下 燒 燒一下 燒不得呀幾位老爺 你們燒完 我還賣什麼呀 不買了 別這樣啊 老爺 還可以商量 買賣就是商量的藝術 您說是不 這樣 我從三塊石頭上都取些樣品來 我老實虧一點就虧一點 就當交朋友了 放心 商界的規矩我明白 只要證明是好況 自然不會讓閣下吃虧 好了 就拿這些做樣品吧 我用刻刀切下來的 還標上了號 也太薄了吧 比紙還要薄 不對 比蟲子的翅膀還要薄 薄的都快透明了 過獎 過獎 這些石頭 都是我的心肝寶貝 不這樣溫柔可不行 萬一不小心割了太多 可就真要了我的命了 可是 薄成這樣的話 一遇到火 就會馬上灰飛燕滅了吧 想讓生意仁讓出利潤 就如同羊惡狼吐出剛下肚的肉一樣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但其實在特殊條件下 這些薄片也夠用了 什麼樣的特殊條件 在施加火至高溫的同時 用水的元素裏從中保護 就可以讓樣品不至於瞬間燒毀 哦 這位老爺居然如此有見識 感謝體諒 感謝體諒 平心而論 我們沒有給出一定會買的承諾 便這樣索要樣品 本身就是有失公平的 黎月的契約之道 還需處處基於公平才是 那麼 剩下的就是要找一個可以實驗的地方了 哦 我想起來了 在蒙德的時候見過 達達烏帕谷裡 泡肉族的秋秋人 有一口超大的鍋 很結實 應該能頂住元素反應 我們帶好樣品 然後出發吧 怎麼 你們還沒決定挑哪一塊嗎 很久沒有踏上風的國土了 我的蒙德朋友每次來領月 都會帶上幾瓶地道的蒲公英酒 不得不說 木戈之城的蒙酒 確實要比虛迷的冷靜蛇酒好喝不少 就是那口大鍋了 和秋秋人們 好像還在用它的樣子 雖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還是插個隊比較好 為了炎王帝君 祕造陽王 此極 誕生 哇 裡面還有湯呢 秋秋人的胃口可真大 這鍋湯剛好可以作為水元素利的保護 那就開始點火 進行試驗吧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拍盟也會幫忙記著三塊樣品的編號和位置的 那麼現在開始 用火的元素利不斷加熱大鍋 直到結果出現為止 鍾利先生說 光澤越亮越藍的礦石品質越好 要注意觀察哦 火焰 燒劑 哇 剛才的光亮是一號夜博石的位置 又有秋秋人圍上來了 是被剛才的光亮吸引了嗎 真是群好奇的傢伙 還是把他們收拾掉再繼續吧 為了炎王帝君 禁止接觸 嘿 火焰 燒劑 剛才的光芒是二號夜博石發出的吧 恩 秋秋人又圍上來了 真是難纏 看来丘丘人对糟蹋食物的事非常愤怒呢 你造洋华 银骨 鱼慈 风雪的缩影 静止接触 超亮 超刺眼 刚才那是三号叶博石的光吧 明显比其他两份样品更亮呢 就选它啦 好啦 我们回解脆行买叶博石吧 哟 老爷回来了 货都给你们留着呢 决定了吗 要哪一种 没错 我也记得是这块 没问题 既然看中了 老爷们就拿去吧 三号叶博石这个种类的 来一箱 好嘞 话说 别怪我多嘴啊 纯粹是好奇 各位老爷要这么多极品叶博石是有何贵干呢 嗯 说也无妨 是制作宋仙典仪的器具所用 宋仙 嗯 最近我也听过不少小道消息 可一直没敢太多过问 那 那就是阎王爷他 确实 唉 难以置信啊 虽然如今解脆行有些没落 但祖祖祖贝贝 一直多亏阎王爷户友 据说两百年前 阎王爷微服下城南 迷路时品尝民间小吃 就是用的解催行的玉勺 唉 聚王已 聚王已 唉 既然是跟阎王爷道别所用 那这项叶博石就只收半价吧 啊 这真的可以吗 明明老板之前还是一毛不拔的样子 没有阎王爷的保佑 就没有这贸易之都如今的模样 作为一个生意人 怎么能去赚这种钱 老板 你的心意一定会传达给阎王爷的 在黎月七星与各位脚踏实地的商人共同努力之下 想必黎月也会一如既往的繁荣下去 好 好 谢谢几位老爷了 我这是怎么了 哭哭啼啼啼的 财运都要溜走了 哈哈 啊 既然挑选完毕 我们就带着叶博石去 喂 等等 虽说是半价 但也不代表可以不付钱呀 哦 不好意思 我又把付钱的事给忘了 让我看看 啊 果然没带 没带什么 没带摩拉 真是惭愧 又疏漏了 那可怎么办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啊 对了 公子似乎给过我们一笔垫付资金来着 好在有这些钱 老板看看 够不够 哎 够了够了 半价的话差不多正好 其实就算不够也没关系的 啊 不错 摩拉的事解决了就好 我们先把叶博石送去玉京台吧 那里是我预定的场地 一个摩拉都没出 钟离先生居然好意思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啊 我会尽力记住 这次多亏二位 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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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这里就行了 我已经派人去喊珠宝匠了 之后就会把他们打造成仪式所需的器物 对了 这么短的时间里 我还没来得及去见公子 珠宝匠的报酬也 那也只能这样了 话说回来 这里就是 宋仙典仪的会场 嗯 这片场地我已经租借下来 开始进行仪式的筹备了 是的 用了相同的场地 这也是黎月七星默许的情况 可这里刚发生过那么大的案件 啊 这么说来 我们作为嫌犯回到现场 要小心别被千颜君抓走了 不过总觉得 从绝云间回来以后 就再没遇到过长麻烦的千颜君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 之前留在这里的 阎王帝君的 呃 仙体 以传统而言 可称之为先祖法退 啊 对 是这个名字 钟离怎么什么都知道 所以 先祖法退 是被七星藏起来了吗 可凶手不是还没有调查清楚 只能说明七星已经心里有数 或者已经确定 现场的线索都找齐了吧 那些事 自会有玉京台的大人无考虑 想替他们分忧 也只是徒增烦恼 在仪式举办前 先祖法退会被暂时安防在黄金屋 黄金屋 黎月唯一的驻壁厂 也是全体瓦特唯一的驻壁厂 人类七国所流通的摩拉全都是在那里铸造的 哇 不 我没再想不好的事 我是说很符合摩拉克斯的身份 但是 钟离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因为宋仙典仪得到了七星的默许 也算是办官方活动了 所以 我能得到一些内部消息 或许他们各有目的吧 不过 在这商业之都 偶尔被人利用也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事 但是 在契约之神治下的礼乐 唯有契约不可违背 至于契约之外的小动作 我倒是无所谓的 好了 我们该去准备仪式所用的香膏了 香膏 要去哪里弄呢 直接去买吗 不 这种静神的香膏若要熬制 所需的霓裳花品质同样也是很特殊的 名为霓裳的花 其花瓣是上好的纤维材料 多用于制作锦段 但它的芳香又十分轻雅 尤其是和供奉仙神的严肃场合 又到了钟离普及上流社会知识的时间 更具体的细节 目前也不需要多言了 还是先随我一道去商人那里收购材料吧 老板 你们这里有霓裳花吗 霓裳花 嘿嘿 当然有 要哪一种 嗯 哪一种 就 就是 最好的那种 原来霓裳花还有很多种的吗 嘿嘿 没见过世面的外国人还问这种问题 锦屋藏郊 山阴锦簇 飘渺仙缘 这三种霓裳花 麻烦老板各纳一株来看 哦 这位老爷是大行家呀 身边两个是仆人吧 仆人就别抢在老爷之前开口了 请 请 规客看看吧 还有什么想法也请说道说道 嗯 根据生长环境与祖先亲族的不同 霓裳花会呈现出不同的性状 老板这几株都不错 保存得很新鲜 比如这种 枝繁叶茂 花蕊如金屋藏胶 绿叶长存 多生于有复杂水文条件之地 而山阴或者潮湿之地 霓裳花多生得半大而蕊蜜 香气扑鼻 堪称花团锦簇 最后这类则是孤傲清冷 枝 叶花 排布急疏 开花时香气寡淡 却极为持久 是古人登山访先时偶然发现 不过时至今日 大多野生的霓裳花 都在离月地理变清的过程中绝迹了 现在多是依靠人工培育 哎呀 先生确实是行家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么多讲究 略通一二而已 我这位旅行家朋友才是不容小觑 是终将踏遍大陆各处之人 钟离先生太客气了 那么这三种霓裳花 我们该选哪种呢 老板 我全要了 又来 天系时要点最红的鸣铃 六鸟时要买最名贵的花梅 此极人生 不过 这次买三种霓裳花 倒不是出于我的人生信条 你有所不知 根据传统 若将不同的霓裳花 分别做成香膏 供奉在七天神像前 阎王帝君便会自己做出选择 不过这种古早时期的讲究 和一些过于复杂的传统 都已经逐渐被简化了 但这是三千七百年来 唯一属于七神之一的宋仙殿仪 我们还是遵照传统 逐一供奉这些香膏吧 嗯 所以 你们有带钱吗 你又没带钱吗 钟离 客官们 不好意思 插一句嘴 你们是要把这些花 献给阎王爷 这么说也没错 你们应该早说 那次请先典仪之后 我也听到了不好的消息 不吉利的话就不说了 总之 我也一直很担心阎王爷 担心那个消息是真的 如果是为了阎王爷的话 这些花就不收你们的钱了 替我带一份心意就行 这 真的合适吗 瞧你这话说的 没有阎王爷 就没有我这种小民的 七身之地呀 若不是当年阎王爷提师 这些真品霓裳花的身价 哪能这么金贵 哇 一路上听到的 离乐风土人情 很多都是在某个时期 受到过神灵本人的 直接关怀呢 总之 要谢谢老板了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忘带钱还不是中理的错 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罢了 花已经到手了 可香膏要怎么做呀 最好能找一个有过炙香经验的熟手 不过 我认识的人里 几乎没有会亲自动手熬制香膏的 嗯 一听就知道都是有钱人 所以 要麻烦你们到城里问问看了 比如普通人家的小姐之类的 好吧 尤其是那种 身上香香的 对吧 感觉还算不错的柴师呢 我去七天神像附近等你们 做好香膏以后 就在那里会合吧 冒险家贤惠那边 会不会有合适的人选呢 要不 先找兰姐问问看 我记得 她是离乐的分会长来着 到时候 欢迎有小兔做案子吧 唉 希望传言是假 希望阎王爷一切安康 兰姐 我们想请你帮个忙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接委托了 不好意思二位 请找其他冒险家吧 不用怪委托了 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 我看上去像是会用那种东西的人 总感觉被你小瞧了 可是兰姐身上确实很香呀 不是香膏的话 会是什么呢 这么说来 确实好像有一股香味 我想想 哦 莫非是我上次回来时采摘的清新 原来我一直待在身上 原来是这样啊 兰姐竟然还有在路边摘花的雅兴 不过是要用而已 不要继续这种无意义的话题了 香膏的话 你们不如去找启命问问 是那位占卜师姐姐吧 嗯 确实给人香香的印象 那我们先走了 谢谢兰姐 一程 有什么事吗 二位 启命小姐有空的话 想问你件事 香膏啊 嗯 我平时不用的 也没想过自己去熬制 不过 我的身上应该会有一些脂粉的味道 可能让你们误会了吧 我平常在码头附近摆摊 可不希望香膏 引来更多色眯眯的水手 这样呀 好遗憾哦 不过 说起香膏 你们居然没听说过 婴儿的手工香膏吗 婴儿 是 春香窑的那位婴儿 是的 许多人家的千金小姐 都会拜托她熬香膏来用 据说她手工自制的品质 比市面上贩卖的还要好 太好了 谢谢你的情报 这下应该不会再扑个空了 下次有机会的话 来码头找我算命吧 给你优惠哦 对 他 的 诶 终于找到我了吗 我可是等你们好久了 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要过来 我刚听说 有两个人在满城找山上很香的人下手 我还担心你们不会来呢 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是对我魅力的考验呀 下手 怎么说的我们好像是危险人物的样子 乙鹅传鹅 三人成虎 言行最好谨慎一些哦 放心 我知道你们的来意 是想我帮忙做香膏吧 需要什么样的呢 诶 居然要同时做三份 想不到明明这么年轻 胃口却不小呢 该不会之前的传言是真的吧 是在物色可以送香膏的目标吗 哎呀 出人意料的坦荡呢 不过你长得这么俊 也确实有年花惹草的资本 总之 花开堪折直虚折 末代无花空折之 谁又能说你做得不对呢 诶 海蒙又听不懂了 好了 我帮你做就是了 来当我的助手吧 在熬香膏的这段时间里 你可得把心思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呀 那么 去哪里熬香膏比较好呢 哦 你说的是万明堂 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一起过去吧 我已经跟卯师傅打过招呼了 现在要准备开工了 你做好准备对我负责了吧 哦 我是说负担起助手的责任 在我准备制作工序的时候 你就先帮我取些水来吧 水取回来了吗 没有 在外明堂的后面找找吧 卯师傅是专业的大厨 可能会存一些好水 水质还不错 接下来就要请你帮忙去合成台 从霓裳花里提炼出精油了 制造香膏的手法和炼金的手法大不相同 我来教你吧 要像这样 轻轻的 温柔的 握住旧处 手掌也要注意紧贴 这样才不容易滑脱 然后用你最顺手的节奏搅动 直到霓裳花的汁水 嗯 果然有这方面的天赋 一说就懂 带上这些 到附近的合成台去试试吧 记得 三种都要制作 虽然在金油阶段的外形很相似 但制成香膏以后 我会用不同的盒子帮你装好的 怎么 不去试试吗 难道合成台坏了 还是想要 请我来手把手的教导你呢 真是不错的 你 我 你 你 对 对 你 我会把它放入水中,用慢火熬煮,直到水分几乎蒸干为止,这里的火候很有讲究,火太大的话会让香味受到影响。 请你注意控制炉火的火力,这是最后一步了,那些霓裳花的汁水要好好地做到一滴不剩哦。 三种香膏都顺利完成了,助手,你的工作完成得不错。 这也说明你是个愿意为了感情而努力的人呀,真是难得。 哎呀,你居然还记得我随口一提的约定吗? 你比预想中更讨人喜欢哪。若是不当心的话,连我都可能会动心了。 嘿嘿,好了好了,要我帮你介绍下这几种香膏吗?可以方便你对症下药。 这第一种香膏呢,甜蜜而梦幻的感觉,是小女孩们最喜欢的。 第二种闻上去,贵气凌人,是附加千金们的最爱。 最后一种香气,轻柔却久久不散。如天光昏暗,雾色朦胧,最受成熟女性们的欢迎。 记住了吗?可别用错场合呀。 好,那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到这里了吗? 那么,最后再送你一句话吧。想脚踏三条船,可要想好先抬哪只脚? 呵呵,有空再来春香瑶陪陪我吧。 拿到三种香膏了,快去七天神像那边吧,钟离先生应该等很久了。 钟园砸碎,好吃不贵。 钟离先生,我们把香膏带过来啦。 钟离先生,刚才好像在对着神像发呆呢,是不是让你等得太久了? 哦,你们回来了。我也没有等很久。 比起神像所刻的阎王帝君的守望,不过是短短一瞬而已。 嘿嘿嘿,人怎么能跟雕像比啊? 说的也是。如何,你们把香膏带来了吗? 三份香膏,一份不少。 辛苦而为了,我们试着依次供奉上去吧。 这是第一种香膏。 银儿小姐说她甜蜜梦幻,是小女孩们最喜欢的。 这是第二种香膏,说是贵气凌人,附加千金的最爱。 第三种香膏,香气轻柔却久久不散,如雾色朦胧什么什么的,最受成熟女性的欢迎。 诶,刚才那是……那是成熟大姐姐喜欢用的款式吧? 难道说,阎王帝君其实是一位大姐姐? 呵呵呵,说不定呢。阎王帝君的化身有万万千千,或许真有这么一个形象存在。 可惜,我们只见过那个特别巨大的龙形,而且……希望黎月七星能抓到真正的凶手。 那些,就留给位高权重之人去苦恼吧。我们只需做好与阎王帝君的鉴别之礼。 所以,我们又完成了一项准备工作呢,下一项该是什么了? 接下来,希望二位可以带我去借一下狄辰灵。 狄辰灵? 如今,保管狄辰灵的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做平姥姥。她人在玉京台附近,你们向她问,她自然知道。 好的,可是……这次钟离先生不和我们同去了吗? 哼,我有些不变露面的理由,麻烦二位代劳了。 诶,这次钟离先生的态度怎么神神秘秘的? 对不起,这次我就不陪你们去了。 拿到狄辰灵的话,我们在玉京台再见吧。 事事无常……事事无常…… 没事,没事…… 我只不过看见琉璃百合泄了太多,觉得太可惜了。 这些花,为什么都泄了呀? 在我那个年头,人们说琉璃百合通人戏。 如果他们听见了好声音,比如笑声啦,歌声啦,他们就会很高兴,会长得很好。 但如果反过来,听了太多不好的声音,比如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他们就会枯萎得很快。 所以,现在离岳岗里的状况,这些花也感觉到了呀。 是啊,阎王帝君之死的传言可不是小事。 但是,这大街小巷里,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是愚人众的阴谋。 有人说,是海里的东西要站不住了。 还有人说,这些都是七星自讨自演的。 这座港口就和柴火堆一样,只要一点火性,火就要止不住了。 唉,话头就到这儿打住吧。 我老婆子年纪大了,就喜欢唠叨。 年轻人,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哦,那个老五姐呢,我记得,确实在我这儿。 但是具体放在哪儿,我老婆子就记不清了。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一个老朋友身上带着的小玩意儿。 她看我老是眼巴巴地看着,就把铃铛送给我了。 但她当年就和我说,假如以后有人来借这个铃铛,我可不能舍不得。 这么多年了,这铃铛也不知道被借走了多少次。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很久没人再来借这个铃铛了。 唉,我这个老身子骨,朝起东西来慢吞吞的。 你们怕是等不得用。 嗯,突然在意外的地方自豪起来了。 好了,孩子们,那个铃铛我也没有放多远。 你们也别太操心了。 咦,婆婆,您家就在这附近吗? 哇,这可是浴巾台呀,真有钱。 呵呵呵,我老婆子可置办不起城里的房子。 看看这个湖,我的全部家当都放在里面了。 全部家当? 进不去?怎么想我都进不去吧? 而且你为什么要让我进去?掀开盖子看看不就好了吗? 呵呵,孩子们,总之,铃铛就放在这个湖里。 想找铃铛的话,就自己去看看吧。 这婆婆真奇怪,说什么全部家当放在湖里,应该是逗我们玩的吧。 孩子们,你们不是急着要铃铛吗?还不快去找? 好,不过这湖我很久没打扫,你们可要当心了。 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弄脏的话,洗干净可要花功夫喽。 诶,这是哪里?刚才……刚才发生什么了? 好了,孩子们,这就是我老婆子放东西的湖了,快找铃铛去吧 啊,好像是婆婆的声音,她说这里是她的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看来真是很久没嗓了,怎么有这么多蜘蛛啊 孩子们,就麻烦你们,帮我老婆子打扫打扫这里吧 能听见大地的心跳 你注意到了吗 刚才的蜘蛛网是由元素构成的 这个湖里的灰,婆婆到底多少年没打扫了呢 你说,有这么神奇的湖,还拿着那个笛尘灵 这位婆婆,会不会也是仙人 创生之法 我越来越觉得,婆婆就是一位仙人了 但是,仙人们不应该都住在绝云间里吗 为什么她会待在城里呢 创生之法 创生之法,刺激,不干 风雪的缩影 身痕 创生之后呢 沉背的下场 啊 啾啾 见证伟业吧 如琉璃般飘落 哇 这湖 到底有多少层啊 要是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湖就好了 至少 不用一直在野外露宿了 已经找到了 年轻人的手脚就是玛丽 我看看 这样就可以了 孩子们 快点出来吧 年轻人手脚就是利索 这么一会儿就拿到了 你这孩子 心思倒是多得很 成天都在想些什么歪门故事 我老婆子一把年纪了 可懒得和这些外人折腾 不过 不过他们的手要是再伸长一点 该劳碌的 还是要劳碌的 嗯 好像懂了 又好像没全懂 不过婆婆 您就这么把铃铛给我们了 您 您不奇怪吗 阎王帝君刚出世 我们就急匆匆的来找您要领导 傻孩子 离岳岳岛 古往今来 不知道有多少仙人离开 也不知道折腾出了多少风浪 但无论是哪一次 都是按规矩先把宋仙典一半体面了 再去安排后面的事 一个劲地喊着抓凶手 却耽误了宋仙典一 在我看来 才是本末倒置 现在你们来借铃铛 我揣摩着 大概是那位老朋友终于看不过眼 出来主持大局了吧 所以 我又怎么会不肯借铃铛给你们呢 喂 你这个人 这可是婆婆的东西啊 用完了就要还给人家 送你 你这孩子还真直白 你想拿就拿着吧 不过这铃铛很炼家 指不定什么时候啊 她就溜回我老婆子这儿来喽 好了 既然拿到了东西 就快点回去吧 可别误事了 再帮我给那位差遣你们的人带句话 就说 有空的话 过来喝喝茶也是可以的 老婆子我没什么家当 但总归还是有盏茶壶的 嗯 我们记住了 谢谢婆婆 那群老伙计们终归还是按捺不住了 唉 只希望别再闹出什么乱子来 不错 这正是狄尘灵 嗯 保管得还真不错 我们顺便把之前做好的香膏也安放了吧 先人 嗯 疑点重重 但你不想说的话 我们也就先不追问了吧 对了 那位婆婆让我们带句话给你 有空的话 过来喝喝茶也是可以的 老婆子我没什么家当 老婆子我没什么家当 但总归还是有盏茶壶的 呵呵呵 这语气可不太适合你 不过 她的茶壶确实很不错 用来泡茶再好不过了 等到了合适的时候 我自然会带着好茶去见她的 那么 仪式下一项准备该是什么了 嗯 下一项我们去买风筝 风筝 钟离要带我们去玩风筝了吗 这算是中场休息 呵呵 不是那样 风筝虽说是孩子的玩具 但在离乐的种种仪式上 还有其他象征意义 我会为你们解释的 但我们接下来的行动 还是先去把风筝买到手再说 嗯 好吧 一头雾水 客人 来了 之前预定的七支风筝都已经扎好了 是现在要取吗 是的 辛苦了 这年头 愿意买这是一样风筝的客人 还真少见 要说早年间 倒是有些三教九流的朋友会用上 嗯 这位钟离先生是往生堂的客亲 所以他对三教九流的游戏规则也都能理解吧 不过 这次旅途里跟钟离闲聊的东西还远远不止这些 嗯 他好像也能接上离乐人最爱的金融和政治话题 但却更喜欢说那些比较无用的知识呢 哈哈 因为我更愿意把这些趣事分享给你们 哎呀 孩子的玩具就是很有趣的东西嘛 不过 虽然我也挺喜欢看孩子笑 但毕竟还有点别的念想 精巧的玩意儿总能讨孩子喜欢 但这份精巧也是千多年的积淀 背后都是有意义的 我在离乐做了四十年风筝 对祖上传下的誓扬一清二楚 这位客人定的七支风筝 意义可不一般呢 没错 这是宋仙典遗用的事物 七支风筝象征七神 哈哈哈哈 敬献风神的文药 我特意把颜色自由地涂出了剑 至于敬献严神的 就要好好按照契约来画了 这种花纹是很古的 在黄金屋里也找得到呢 啊 黄金屋 这个名字我最近听过 诶 这支风筝的雷纹 嗯 玄徽感把握得很好 正如雷神想要的永恒 尽献智慧的草叶纹路 银木年轮 巧妙地融合在风筝的骨架里 令人赞叹 水面般平衡的正义 如火炽烈的战争 还有冰神曾经的 嗯 细节做得都很到位啊 哈哈哈 偶尔能听董行的客人多夸几句 也是赏心乐事 那么阿山婆 我就先把这些预定的货取走了 余款的话 余款的话 我来付吧 啊 是公子 哈哈 只是路过 冲林先生还是老样子 付账或者喊人付账的时候 从来不看价格 也不看荷包 不过话说回来 他其实既懂金钱的价值 也很明白人间疾苦 但他似乎不能理解 穷也是一种可能出现在自己身上的近况 或者换句话说 只是根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钱的自己 真是绝了 这种人怎么还没饿死 公子先生还是这么爱开玩笑 好了 买风筝一切顺利 进行下一项准备之前 就不必休息了吧 宋仙典仪需要物资 也需要人 在码头附近 我们可以雇到一些不错的帮工 把这个钱袋拿去 我不说你也明白的吧 讨价还价的事你自己来 可千万别让钟离插手哦 来晚一步 似乎错过了什么有趣的消息 下次想办法在更合适的时机出现吧 王公 行啊 但我可先说好 我阿三是冒险家协会的候补成员 欢迎冒险委托 卸决文书工作 冒险 去深山里抓几只仪式上用的金蝶 似乎是有那么些冒险意味 哎 这活也不算的 有是我候补冒险家的身份 哎呀 算了 那我就只售一万五千摩拉吧 怎么样 很公道的价格 五支眼睛蝶 行吧 差不多就支这个价儿了 去玉京台做一天砸活是吧 我没问题 一天两万五 公平交易 哇 这个出价有点贵啊 可不可以看在这位 拯救蒙德的英雄的面子上 稍微便宜一点 拯救蒙德的英雄 没听说过 英雄没听说过没关系 摩拉总听说过吧 我全额付 太少了 这家可不公道 太少了 这家可不公道 好 够了 没耐心了 两万五千摩拉 一摩拉不少 不行的话就再见吧 别 别动气啊 没办法 这下我们只能 够了 没耐心了 两万五千摩拉 一摩拉不少 不行的话就再见吧 别 别动气啊 没办法 这下我们只能付全额了吧 冒险者 要来打一把吗 哦 帮工 可以啊 我阿大做事一项百分百出力 当然 要百分之一百二出力的话 价钱另算 说说看你们要做什么 我想想 玉京台那边还缺些木质的用具 因为不是什么稀罕物件 我就没特地准备了 没问题 跑一趟只收两万摩拉 如何 好 成交 就这点儿 那就没办法了 公子 不去不去 他要帮你报销 那也不去 是 本来跑一趟趟的 这不是要变成跑两趟了吗 这样吧 我们一马归一马 你剩的这些钱我都先收了 然后 给我一朵清心 我就当作抵了这段额外路费 再去找那个什么公子 怎样 看来只能这样了吧 东西带来了吗 挺好 这玩意儿还挺少见的 我自己可不知道上哪儿踩 有着清心 晚上回家 小姑娘大概就不会那么闹了吧 嗯 回家以前 我就先为你走一走 有 吃半妥了 余下的钱就不用还了 自己拿去吧 替余人重办事的人 是不会吃亏的 哼 这种借来之时 难道能收买我 下一笔资金你什么时候给 有一个消息 只要你们能告诉我 我就把北国银行的金库 对你开放半小时 什么消息 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 啊 赛蒙德 余人重的女士 好了好了 真是的 在说什么呢 我们这是怎么了 刚才的气氛好奇怪啊 接下来 为了永生香 我们要去一趟布补炉 那是黎月港里最有名的药炉 嗯 你们怎么了 没什么 我正在跟他们说 余下的钱不用还了 那么 我们就此别过吧 刚才 派蒙绝对感受到了 非常可怕的杀气 哎 柜台前没有人呢 气氛也有些诡异 请问 老板在吗 光阴光临 啊 你们刚才 有听见是从哪里传来的声音吗 似乎是柜台那边 这 这 要不 你先过去看看 啊 原来在这儿 还没有柜台高 喂 我是飞着的 所以身高不重要了 话说回来 她看上去是不是有些奇怪 额头上还贴着符咒 莫非是 僵尸吗 欢迎光临步补炉 我是七七 七七已经 死过一次 后来 被仙人救了 所以是 僵尸 在蒙德 这种事就完全无法想象呢 这位 小朋友 敢问店内是否有卖永生香 请问 药方 有没有拿药方来呢 这 买永生香的话 是不需要药方的吧 和治病没有关系 有药方的话 七七可以 帮忙抓药 这是 七七给自己的 斥令 僵尸行动需要斥令 但这位小朋友不知为何 是自己给自己下斥令的状态 七七小朋友 我们没有药方 但我们希望你帮忙找来永生香 可以哦 怎么突然就可以了 但是 你们也要帮七七的忙 这样才公平 店员给顾客帮忙 原来是不公平的事吗 无妨 这样对等的关系也不错 在李月 交易的艺术就是换为思考 那请你们 到天恒山 用龟中鸡 帮我狩猎 耶阳 不是的 他刚提到的东西 我有所耳闻 龟中鸡 是远古仙人 在天恒山上架设的一种弩炮 属于机关术产物的一种 位置 坐落在天恒古城园之间 能够自行迎击体格巨大的魔物 防备来自外界的威胁 终梁先生真是对黎月了如指掌呢 也并非完全如此吧 比如这个耶阳 我就确实没有听说过 耶阳 是传说中的半仙之兽 诶 就这些吗 嗯 耶阳 是传说中的半仙之兽 长什么样子 不知道 哪里最多 不知道 什么由来 不知道 罢了 先去龟中鸡附近看看吧 或许到了那边就有线索了 耶阳 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呢 叶阳 去找吧 想不到这么巨大 不愧是仙人留下的造物 可是 这东西要怎么用呀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操纵呢 现在是操纵不了的 因为坏了 居然 坏了 毕竟历经了千年的风霜 再是仙家机关 也很难维持原样了 那我们可怎么办 终梨先生 快用你那无尽的上流社会知识 想想办法呀 怎么把我说得像是 除了听戏六鸟 别的什么都不会的 顽固子弟一样 我想想 其实龟中鸡建设之初 为了应对战损之类情况 是准备了备用材料的 若没猜错 在这古成员之中 一定可以寻到当年的战备室 有了战备室里储存的材料 只要知道龟中鸡的运作原理 想要修理也并非难事 这么说 终梨先生是知道原理的咯 略知一二 只要收集了足够的材料 就可以稍稍尝试一下 略知一二 可以 就会 这些备用材料,应该可以派上用场了。请二位稍等,我来城市修理。完成了,龟中姬的结构比我愈小的还要精密一些。 哇,然后,要怎么让它动起来呢? 很简单,只要这样。看,仙家的机关居然还自带望远之效。 这里,没有,那里,也没有。 喂,你们几个在折腾什么? 这是,这大弩枪被你们收拾好了?你们乱动这东西干什么? 不是什么弩枪,是龟中姬。还有,在提问前先报上自家姓名,这是礼仪。 看不出来吗?我们可是盗宝团的大佬。 传说这一代埋藏着各种宝贝,但这大弩枪虽然是个机器,却又好像是这一代的看守一样,非常难搞。 上次我们进山,有个兄弟差点被他穿成了串。 后来是我们几个冒着性命危险,才把这大家伙弄坏了的。可以转头,你们居然又把它修好了? 我看今天,真得把你们好好修理修理。 哼,为了一己私欲,玷污仙人智慧。你们更应该得到些教训。 哼,你找了惩许。你找了惩许的态度。 搬让勿扰。 绽放吧,哼。 禁止接触。 出流了一番飘落。 在此 宣判 又一个实验对象 创生之法 见证伪业吧 抓到你了 要那坐脚 闲人误扰 为了阎王帝君 何可不好欺负 闲人误扰 见证伪业吧 在此 宣判 我先撤了 这项工作 该划掉了 一群不识相的家伙 因这种人乱了心境并不值得 我们还是回到和琪琪的契约上来吧 嗯 契约 我们虽然修好了龟中鸡 可是要杀的叶阳又在哪里呢 从刚才龟中鸡的搜寻结果来看 这附近除了一些常见的野生动物以外 似乎没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况且 如果是半仙之兽的话 凭借仙人的机关术应该不难察觉 这 修都修了 就别说这种话了 只是站在这里考虑下去 不会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如先回布补炉 承认我们没找到野养 再做打算吧 是啊 毕竟我们也 按照黎月的说法 尽力而为了呢 抱歉 恕我们未能完成契约 名为椰阳的半仙之兽 我们实在没有头绪 啊 很失望 虽然没关系 但是很失望 啊 看到叽叽这样 为什么我突然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愧疚感 啊 椰阳的奶 好喝 比一般的羊奶 好喝 所以他们 一定是半仙之兽 对不起 我的记忆力 不好 所以 我把那种奶的名字 写下来 我 我找找 啊 对了 就是这个 好喝的奶 叫 椰奶 对不起 对不起 二位 此前卫与七七公平对等 我不禁思考 答应得太过轻易 嗯 没关系 重礼 用黎月的话说 世事无常 悲喜难料 谁又知道结局会这么荒唐呢 哎 哎 七七 说了什么 错误的话吗 不好意思 打破小孩子幻想的事 可以交给你来做吗 哦 七七好像陷入了思考 真是有意义的一趟人生课呀 多谢你们照顾我家的七七了 阁下是 啊 失礼失礼 我是这家 布补炉的老板 白竹 原来老板不是七七啊 而且是个在脖子上挂了药材的怪人 真可怜 七七已经够单纯了 但居然还有比七七更单纯的受骗者 啊 那个药材 那条蛇 说 说说说 说坏了 哼 我本不想开口 输课还行 生课的话 就难免会受些惊吓 可再不说话 就要被你们拿来跟抽屉里的那些蛇干相提并论了 哼哼 这位是长生 他没有恶意 请问几位 撇开裴七七胡闹不谈 原本来此 有何贵干呢 请问贵店 有没有永生香 哦 永生香啊 当然有 当然有 太好了 总算是没有白忙活半天 三百万摩拉 品质上等 不过黄金屋现在被七星中用 大概会比平常更难抢吧 嗯 三百万 乍一听也没什么 但以普遍理性而论 确实有些难办 这么多摩拉 我们是不可能负得起的 钟离先生就更不用说了吧 确实 怎么办 这次也只能再找公子求助了吧 叶阳 太好玩了 你们居然被这种东西耍了一通 别性灾乐祸 真是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好吧 为了感谢你们让我这么开心 我来解决所有问题 这位白竹老板 对吧 我是于人仲的执行官 公子 不嫌弃的话 我们未来可以多多合作 若不补卢有需要 于人仲可以帮忙 建立烟奶的快速供货渠道 早就听说于人仲会拉拢道上朋友 但不补卢 是只用椰奶就能收买的吗 椰奶 椰奶 班先生 椰奶 好好好 那就多谢公子先生了 祝我们未来合作愉快 这永生香也打个折 算你们两百九十九万吧 三百万和两百九十九万 有什么区别吗 两百九十九万 乍一听也没什么 但以普遍理性而论 确实比三百万少了一万 好了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 我们也该回玉京台了 公子先生 白竹老板 七七小朋友 后会有机 真是一群有趣的人 好久没这么笑过了 那么 在我来这里之前 早已潜伏的你 有听见什么吗 是 公子大人 他们提到 黄金屋被七星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凝光还有七星 你们想要隐匿在黄金屋的 除了先祖法退 还能是什么呢 对不起了 但我早就告诫过你吧 须知离月古宴 隔墙有耳 太好了 以后 都会有夜奶 真是一场奇妙的邂逅 今后 也请多关照关照 小店的生意啊 这听起来就很像 找到了宰客目标的笑声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好了 如此一来 帮工也顾了 永生香也已备齐 离点仪的准备完成 也不远了 啊 终于 如何 旅者 在这场像阎神雌行的旅途里 有什么收获吗 奇奇怪怪 哈哈 答案是哪一种呢 旅途中的疑问 总是如此复杂 旅者的体验 就交给旅者自己 慢慢咀嚼吧 对了 作为一起筹办 宋仙典仪的报酬 我决定 请客 嗯 啊 放心 这一次 我会记得带钱的 今天晚上 我会带你去寻访 市井盛赞的港口老教 港口老教 是 喝酒的那种吗 没错 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三碗不过港 不见不散 叶王爷保佑 裁员广进 裁员广进 叶王爷保佑 裁员广进 不散 一起床 再来 去吧 老婆 一年 同一 一年 大小 一年 录音 一年 来 弥富 乱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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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 一年 月 的 一年 大小 小 你们来了 不必点单 我都已经点好了 这家三碗不过岗 可不像蒙德的那些酒馆 在这里 九四主人是会拒绝果汁 这种不上道的东西的 所以这次 我给你点了一碗 酒酿园子 各位客官要是愿意听 我就继续讲讲 宁光大人的群玉阁 哇 这里还有说书人 氛围真好 所谓市井盛赞 除了酒好 当然环境也要好 但这里所说的环境 与提瓦特游览指南里 评判大角楼的环境 就是两种意思了 列位都知道 在咱们这港口上面 有那云上仙府 阎霞行宫 什么叫手眼通天 您瞧瞧 这就叫手眼通天 这就是宁光大人 置办下的通天产业 在那天朗季青之时 您从那宫门外的甲板上往下一望 好厉害 那就是大半个离岳岗的天地风光 话说 贴在墙上 是越贴越多 在这白墙贴满之前 荧光大人一定能够拍板定案 拍板以后啊 他老人家就会碾碎所有资料 把那些纸蟹撒出窗外 好家伙 飘飘摇摇 好像不如其来的一场碎穴呀 那纸蟹撒上的字迹 在全黎岳的丛商之人眼里 就好比雪地里的墨字 扎眼 有诗赞 飘飘纷纷 云上似坠雪尘 秘密书书 一字鬼如其真 冬年间 河山几屯 人尽知 天全为尊 您且想想 这玩意儿虽是纸蟹 但凝光大人用来决策的思路 那得多珍贵呢 您要能多抢一两张 这凝光大人指缝里露出的好处 就能比同行多得一两分了 天全凝光 最近一直听到这个名字 李月人在谈他 于人中讨厌他 藏仙族法退的好像也是他 琴仙典一声 我们还见过他一面 不知道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终于找到你了 绝云间归来之人 谁 请等一下 我不是乾颜君 也不是前来缉拿你们的捕快 但我的确是黎月七星的使者 我是甘雨 月海亭的秘书 为借你们而来 确切地说 本职工作是对七星全体负责的秘书 而这次的临时身份 是凝光小姐的特别使者 哇 说凝光 凝光 但使者的 绝云间归来之人 恕我身处坊间 礼数不周 但我带来的这封信 是凝光小姐以天泉身份 正式拟定的邀请函 邀请您 前往那座天上的宫殿 你说 邀请函 是的 凝光小姐是这样说的 请他来 我要见他 在群玉阁 我会陪他一根一根的 剪断繁杂的暗流之线 那个自称干雨的使者 丢下这几句话 就消失了呢 不过 我们居然收到了 黎月七星的邀请函 真是不可思议 跟有钱人见面 一定要注意礼仪 有幸受邀前往群玉阁 做客的人确实很少 你们去吧 不过别忘了送仙点仪的事 你们从群玉阁回来以后 我们下一步会合的地点 是狄花州 我们不会忘的 约好时间 狄花州 不见不散 孙弟 算了多少 不行不行 这里安全隐患太大了 宁光 干雨 暗流涌动的这些天里 他们所处的位置 究竟是在第几层呢 是什么这些道理 是什么 вдруг 孙弟 上踏手 都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奇珍异宝啊 要是 这方面 我 你